星期五的下午,我们又来逛台南Costco 每个月都会来一次,我们都会选在 大家有空,然后平常日的下午 今天刚好老二、老四和老五都有空 老二因为今天休假,老四五专下午没课 至于老五呢? 刚好今天因为是学校的户外教学,他没有参加 所以很难得的,他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逛Costco 每一只必买的口袋名单,当然就是 鲑鱼寿司 还有这个鲜虾沙拉也是每一次一定要拜的沙拉 八只烤骨腿,一定也是必买的口袋名单 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来,这里面永远都有好多好多人 到底大家为什么都可以不用上班,可以来这里逛街呢? 关了两个小时,买好买满,准备要回家咯!